11月27号 备受关注的河南风秋30余名学生餐后呕吐校长痛哭一事 有了最新进展 风秋官方同保称 初步判定此事是一起石原性疾病事件 风秋县教体局副局长王念四等多名干部被立案调查 中心社记者在风秋实地采访发现 涉事配餐点存在未批先餐情况 患病学生家长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给个说法 设施的配餐点位于风秋县 赵岗镇 南长岗学校的一栋两层楼房内 分为主食库 分餐间 操作间 副食库四间 谈及来议 两名工作人员很配合地引导记者参观 分餐间是干什么 记者查看了该配餐点每日配餐菜单 操作间以及储备的食材等 在主食库 米面油等可储存物资摆放整齐 墙上挂着验收制度 食品储存制度等 在副食库 有蓝白两色的净菜框和茅菜框 绿红两色的案板 绿案板切菜 红案板切肉 谈及赵岗镇七成中学部分学生餐后呕吐腹泻一事 配餐点工作人员王女士颇感不解 封丘县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涉事企业今年9月在当地设立分公司 其后因配餐点布局不合理 并未获批食品经营许可证 实际上 该配餐点当时是边配餐边整改 整改完成后才获批食品经营许可证 记者眼中见到的表面还算规范的配餐点 配送的餐品究竟如何呢 一份配餐信息登记表显示 包括南长港小学 赵岗镇试验学校在内的数十所学校 军系涉事企业集中配餐 部分学校在受访时表示 未出现学生餐后呕吐腹泻情况 也未见学生反映饭菜有问题 而多名七成中学学生接受采访时则表示 肉有腥味 豆腐馊了 目前 人在丰丘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三名学生 他们的护理卡上显示 诊断均为急性胃炎 我说肚子可不好受 了吗 可像越来玩 现在还是这样 肚子还是不好受 你有好准吗 好点 总得有一个侥带吧 如果是不给一个侥带 始终就竟在一个眉乎里 抓住 是吧 你作为来这一个家人 您叫来咋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